DANIELLA在紐約的展覽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DANIELLA在紐約的展覽 後來他在紐約有放置了非常大型的寶可夢裝置藝術 超大隻 超猛 另外一邊小隻跟比卡丘 好酷 近期他和Hawills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聯名商品 在紐約辦了兩天的快閃 按鈕 按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系列还有其他的产品那他还没有发完之后也会陆续在其他城市快闪然后发售其他剩下的商品 陆陆续续看了越来越多他作品的实体对他的作品是有越来越喜欢 最近他跟Hot Wheels推出的这个pop up是在卖像是可以收藏他的车子的模型 然后这是他推出的这个超大的这个其实他是他的盒子 这个东西其实是塑胶的就是不是想象中那种很重的 这组里面除了有这个收藏盒之外有一个Porsche的车车 那他这是一组的就是没有分开买的 这个盒子打开之后呢其实他有可以停24678台车子 这次如果你买的话就是他有一起附这台Porsche的车子 另外这次也有贩售的是另外一台 那总共八台其他几台会是在今年陆陆续续发然后明年也会发 另外他单卖的是这台Roger Dodger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Porsche的台的话就一定要整合一起买 那这个的话是有分开卖的 哇 哇 喔这个很有仪式感 这个台商这样升起来真的超漂亮 哇 哇 这盒子超棒的 这台也超帅欸 今天是万圣节 然后今天突然气温就降到了10度 超冷 之前一直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一家可松店 他今天万圣节也就是把店里面打扮成一个电影的场景 想说趁他要关门前看看今天还能不能看得到 其实我们就可以因为我看到这一边都不让我一边 结果可松真的卖完了 所以就喝一杯 是哪里的 一鍋茶拿鐵 但是有出來然後就感受一下萬聖節的氣氛 如果之前已經有開箱 在Nike他們打SWOOSH上面的NFT的球鞋的話 這次Nike有讓這些已經開箱的人 一個實際購買實體鞋子的機會 收到之後這次的鞋盒是非常一般的紙盒 這雙鞋它的名字是This is not a JPEG 其實它的名字蠻有趣的 整雙鞋的顏色主要是黑白跟藍色 前面有DASWOOSH的LOGO 這邊也有寫上This is not a JPEG 前面的鞋扣也是DASWOOSH的LOGO 鞋帶的話是黑跟藍兩個顏色 其實收到鞋盒的時候蠻失望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次推出的實體Air Force One有什麼看法 另外一雙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雙Song for the Mute 他們跟Adidas推出的新聯名Campus 80s 美國目前是發售黑跟白色 綠色的話目前在日本好像已經發售了 這個聯名我個人蠻喜歡的 那它在白色上面是搭配黑色 但是裡面的部分有一點橘 黑色的話是黑一樣配白色 但它裡面也是有一點綠色的元素 所以整體下來就是都有一個比較跳的顏色 鞋帶的部分就是黑它原來是配黑 那白是配白 黑的話是附了米白色的鞋帶 它跟白色的鞋身上的鞋帶的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白色的話就是附上跟黑色鞋身上一樣的這個黑色鞋帶 這雙大家最關注然後討論比較多的 是它的尺寸跟舒適度 舒適度上我覺得就是一般走路的鞋子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說磨腳啊或是覺得走久了不太舒服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穿下來是ok的 尺寸的部分我個人是穿原尺寸就沒有問題 平常我穿5.56 這雙我就是穿5.5 但是鞋帶一定要這樣拉緊 拉緊之後就沒有問題 它這邊的鞋帶就是可能材質上的原因 所以常常就是如果你是綁一次的話 它很容易就掉了 所以目前我是要綁第二個結它才不容易掉 所以我現在進去到一個正常的地方 就是這裡的一路 那邊就夠高了 是否可以做的 我們就找到一個正常的地方 一路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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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難得又有好天氣 太陽蠻大 然後氣溫感覺又回到夏天 太陽蠻大 不再我 太陽蠻大 天氣溫感覺又回到夏天 天氣溫是一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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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ng the day away I'm making time for some lovin' Put your song on a plane I'm watching an old time movie Follow the clouds go by I'm drifting the sky 這次想跟大家分享兩部影集跟一部電影 兩部影集當中第一部是已經追完 那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看 他可能是我近期看到我覺得 排名蠻前面的一部 他是Netflix的BODYS 一開始看的時候因為他有一具屍體 所以就感覺會不會是很恐怖啊 驚悚的片 但後來發現其實不是他是在講時光旅行 整個時間軸分成四個時間 一開始可能還不太確定他想要演什麼 但是慢慢慢慢一直看一直看 很像偵探的方式 看到最後的時候會覺得他其實是蠻有邏輯的 看到後面其實會怕他的結局收得不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結局收得蠻好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看這類型 很像偵探然後有一點推理感覺的劇的話 這部我蠻推薦給你 另外一部也是Netflix最近剛上的韓劇 無人倒的Diva 這部戲的女主角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他是剛剛演完非常綠式與鸚鵡的女主角 只能說他這些劇本感覺都非常適合他 然後真的很不錯 但是在看這部的時候其實會一直跳到 他之前演非常綠式與鸚鵡的那個感覺 但是可能只是現在啦 後面可能他的人格啊什麼不太一樣的時候 可能就會展現出更多現在這個主角的一個特色 看完前面兩集覺得真的蠻感人的 所以想要推薦給大家 不知道後面會怎麼樣發展下去 電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上映的花月殺手 這部電影的男主角是李奧納多 所以其實看之前我並沒有去研究他的題材 就是想說因為是李奧納多 就很想去看看他演的電影是什麼樣的電影 整部電影看下來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們的演技 演出他們那種內心的糾結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分享的內容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字幕志愚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